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虽然是上午 已经让人汗流浃败 昨天晚上11点钟 那是飘火大雨 从窗户望去 地面上顺速蒸腾出一股雾气 仿佛人间险境 可能是因为昨天上午的这种暴晒 地面很热的缘故 以为昨夜的大雨能带来夜市的清凉 没想到早晨起来 在地面那是干巴巴的 好像没有下雨的痕迹 的确有些闷热 这种天气啊 总是让人懒洋洋的 不想动 能多睡会儿就睡会儿 是不是啊 以前呢 咱们是自己的探查 而且故事里边呢 都是报仇 报恩的比较少 其中呢 很多灵性都是前身 今身的比较少 可能咱们查的事情太少 说实话 真的是特别特别的少 问的人不少 查的特别少 为什么呀 多是机缘不到 机缘不到的 我们只能等 不能着急 着急去做 你只有一件 就是背影过 大家想是不是啊 这是老宋道听徒说 给大家讲一讲 东北那嘎嘎的事 都知道 东北那边 在咱们中国的东北方 简直是废话 东北肯定是东北方啊 在八卦当中 属于梗卦 同时又属于鬼门 故呢 在这个东北山上 总有很多神奇的故事 话说呢 东北有77路 这个虾和真正的天仙是有区别的 77路当中呢 有五路是主要的 虎黄 白柳灰 还有72路是普通的 证明什么呀 证明很多动物都可以修成 所以我们真的要珍惜爱戴他们 今天给大家讲的呀 不是出马仙儿 只是在故事当中顺便带两句 因为这个事发生在东北 难免和他们呢 有多多少少的联系 话说呢 有这样一对夫妻 那是恩恩爱爱 小日子呢 过得还算饮食 这个饮食可不代表就是富裕到哪儿成什么程度了 就这小两口啊 在一块儿住 因为父母和自己的父母都不在身边 妻子呢 怀孕九个月了 尽管如此 丈夫依然不能闲着 要干嘛呀 打工 找出晚归 非常的辛苦啊 话说有一天呢 这位丈夫又像网餐一样 像老板 骑着一辆自行车 那个 连个手电都没有啊 可以说是 摸黑 也不能说完全就是摸黑吧 嗯 还有一些光 还没有到了深夜 这是傍晚 回家的路上看到一条蛇 大约呢 有一米多长 肚子呢 鼓鼓的 大家在想啊 鼓鼓的什么状况呢 是怀孕啊 还是这个蛇呢 吃了很多 让肚子鼓起来了 东北人呢 尤其是在农村的 他见了这个蛇比较多 很容易判断出这个蛇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男子一看呢 这个蛇呢 的确是怀孕了 此时呢 飞来一只鹰 这个鹰呢 也不能说 它就是突然飞过来的 应该是叮了这个蛇很久了 冲空中呢 就往下冲 这个男子一惊 包 还是不包 婴也不是好惹的呀 体型很大 蛇是怀孕的 他突然想起自己的妻子也九个月了 突然生起一种怜悯心 都是有孕在身 不干老的 还要管小的 是不是啊 肚子里边有 越是他迅速地捡起一块石头 朝这个鹰砸去 大家结果自然想到啊 这个鹰一惊 鹰砸了 掉了很多羽毛 一个展翅就飞走了 他也没把这个当回事 骑着自行车呢 慢悠悠地就回去了 回去了 给自己的媳妇说 哎呀 今天遇到一个老鹰啊 在吃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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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蛇 那个蛇呢 肚子里边有小蛇 我是如此这般把这个老鹰赶走了 他媳妇就说呢 太棒了 说他老公做的是对的 这件事呢 也就这么过去了 第二天这个丈夫又和往常一样 早早地就去上班 但是因为第二天接着这个活呢 比较繁琐 需要在这个城里边呢 待两三天才能回去 于是呢 晚上呢 他就给妻子打电话说 有事回不去 你把这个 左林六死呢 留个电话 或者遇到事情呢 你就赶紧让邻居们来帮个忙 这个妻子想一想 可以 没问题 话说呀 无巧不成书 就在当天 丈夫无法回来的这个晚上 这位妻子肚子呢 发生了剧痛 可能要提前分娩了 生孩子呀 那种痛啊 痛啊 是非常的难受的 有人说 老宗你生过孩子啊 哈哈 男的是不生啊 但是我真能体会 因为我妻子生孩子的时候 那个惨房 那个床不是有个栏杆吗 他硬生生的把那个栏杆给推断了 那东西不是钢 也是铁吧 一个柔弱的女子在这一刻 爆发了强大的能量 为什么呀 那是剧痛啊 我们男子无法想象的 听故事的童修 里边有很多女同胞 有很多已经当了妈妈 并回味一下当时那种感觉 她赶紧给她丈夫发了一个短信之后 就向邻居家走去 没想到刚到了门口 就痛得走不通道了 只有弯着腰扶着墙 爬到了床上 越来越来越痛 那个肚子呢 脏 痛 痛 痛 脏 肚大的汗力呢 就从这个头上往下流 她心想这下完蛋了 丈夫不在家 自己出不了门 孩子马上就要分娩了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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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脑子里边浮现出一连串的怎么办 就在这个时候呢 门开了 进来呢 两个女子 非常的漂亮 身体呢 又显得很瘦 第二次后也没有打招呼 就赶紧去开热水 准备接生 大家想啊 平白无故的接压里 进来这么个人 难道这个妻子就没有什么疑惑吗 当然有 但是此时此刻 她更希望的是 有人能帮助她 而不是说有戒心 这是什么情况 因为农村的人相对比较淳朴 对人也没有那么太大的 就是那个防备心理 此时此刻有这么两位女子 女子女子嘛 又不是什么 陆林好汉 只要是能帮助孩子接生 这个妻子反倒是无所谓 发不得有人来 现在有人来了 哪怕是路人 哪怕是陌生人 她帮我接生 这就当感谢 她长长长地输了一口气 就昏了过去 痛昏了 这两位陌生的女子 这两位陌生的女子啊 忙前忙后 忙里忙外 从天黑一直忙到天亮 当然 这位小宝宝呢 也顺利地诞生了 天亮了 这个妻子呢 也醒来了 但是有气无力 眼睛呢 都不能完全的张开 她非常的感恩 这两位 就想问尊姓大明 只可惜啊 她身体太过于虚弱 只听到一个字 藏 哪个藏呢 藏回家看看 回家看看 嘿嘿 调 可能不大对 就是这个藏 听到这个呢 这个 这个妻子呢 又睡过去了 天亮了 隔壁的那个老婆婆啊 邻居啊 听见有人敲门 她就赶紧开门 开门以后不看 哎呀 看不见人 只见地上有两条蛇 哎 她就纳闷了 蛇是怎么敲门的 先是一惊 后来一看 哎 蛇没有恶意 不像是伤害人的 这个时候呢 蛇呢 就开始移动 她也觉得好奇 就跟着蛇呢 看看 大家都是邻居嘛 没有过几米 蛇就到了这个 生产的这家 啊 孩子出生的这家 那老太太啊 那个老太太啊 就很好奇 赶紧 就进了这个 架门 你看呢 他这个邻居已经生产了 孩子呢 躺在他的旁边 里里外外呢 收拾的整整齐齐 一万多个问号 从这个老太太 脑子里边飘过 丈夫不在家 突然多个娃 没有听见叫喊 哎 你说这个妇女吧 生了个娃 家里外弄这么干净 嗯 管他呢 虽然一万多个问号 但是 此时此刻 作为邻居 作为一个热心的老太太 应该赶紧干嘛呀 赶紧给这个 产妇呢 做一碗 有营养的东西 于是 就忙活开了 这个丈夫呢 也 赶回来了 产妇呢 产妇啊 也醒了 三个人 极高兴 又好奇 产妇就把昨天晚上的事啊 啊 如此这般呢 向两位描述了一半 大家都觉得很神奇 这个老太太呢 又向这个 二位 啊 小夫妻呢 说了一下早上 两条蛇敲门的事情 这个男子就问了 那个蛇是不是什么样子的 是不是一米来长 那个花蛇肚子大大的啊 老太太说 对对对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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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和啊 这个 命率又压烧了 不行的是对 大家恍然大悟 两条蛇当中 两条蛇当中其中的一条 是她救的 那两个化身的女子 说他们姓长 在东北 胡黄白柳灰里边 忙 一般就说自己呢 姓长 这个长 这个长我猜想可能蛇的名字嘛 在有的地方叫长虫 是不是啊 我估计来源于此 长 通 长 通是交通的通 啊 两个意思呢 呃 两个音 比较同 但是没有 长短 这个长 这个姓氏 于是呢 她用了另外一个长 我是这样猜想的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啊 如果您有更好的答案 也可以分享出来 我们 一起来探讨 本故事呢 不属于老宋的天眼探查 而是呢 来自于东北的一个民间传说 当然 此事发生在当代 在当地 那是家喻呼啸 是个真事 万物有灵 我们每天 在不停的 吃 吃 吃 杀 杀 杀 已经完全超越了我们 果腹的限度 动物界 它们之间 有食物量 但是它们仅限于 吃饱 而我们人类呢 不是这样 吃饱了 要吃好 吃好了 还有 万撒无辜 造下了 无量无边的罪约 恶 必有恶报 以前老宋 以前老宋讲了那么多的故事 基本上都是恶报 这个小故事呢 发生于东北 这就是典型的善 这个蟒蛇 是怀孕的 这个男子救了他母子二人 母蛇和肚子里边的孩子 男子出门在外 女子呢 没有人给他接生 没有人接生的后果很可能就是 母子双亡 这个真的是啊 可不要小看 害人等于害己 帮人等于帮己 救了蛇的母子 自己的妻子的孩子也得救了 这个故事呢 值得 逛船 善有善包啊 所以在今年春末夏初的时候 所以在今年春末夏初的时候 老宋打力提倡大家放生于子 为什么啊 有利于你的子孙啊 现在的父母特别注重对孩子的培养 钢琴小提琴 武术台拳道 绘画 唱歌 跳舞 恨不得呢 孩子样样结晶 干嘛呢 还不是想到孩子将来有个好前程吗 但是大家要注意哦 精通这些的人士非常之多 你想从中脱颖而出 那不是那么简单 谁成名 谁将来 能够一帆风顺 不解决 不解决 你有多少的技能 而看你到底有没有那个福德 大家想是不是啊 所以老宋下唤醒天下的父母 给孩子积德 帮孩子积德 就是最好的教育 如果你们能放生代子于 那不是母子平安吗 大家想是不是啊 大人小孩都好 在故事当中 这两条蛇他们都是 修到一定程度 可以幻化为人形的 他们幻化为人形来报恩 你放生的余子不一定能幻化为人形 也不一定能亲自来报你的恩 但是天道循环 宇宙它的轨道是圆的 你的善心善念 会得到天道的补偿 就好像这个小河里边的水 或者这个池塘里边的水 流向了下游 布施到了下游 下游的水不一定能直接来感恩 但是你会发现一场大雨 池塘还会满 如果你当初没有布施 这场大雨和你没啥关系 你本来就是满的 你还有什么地方可以填充呢 不要舍不得 不要不去救 你所舍的都会回来 而且是成倍的 数十倍的回报 有舍有舍有得 不舍不得 看你怎么舍 老宗讲这个故事 没有其他 只想唤醒我们每一个人 心中的那个善念 点燃 善的灯 人 照亮 我们周边 赶放我们周边的每一个人 人人 传递 一份爱 一份大爱 人人 人人呢 献出 一点爱 这个世界 将变成 美好的 人间 好了今天的故事呢 就与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故事能对大家有所启发 麻烦您多多转发 法部师功德无量 阿弥陀佛 愿以此功德 终年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夏季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生 同生极乐国 也将此 将小故事的功德 回向可以作为善知识 回向给所有听小故事 转发小故事 随喜小故事的师兄 朋友 这一切众生 愿大家家庭幸福 人人呢 开心 早日正悟成佛 人人回归极乐佛国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談战佛